有一名住在高雄的妇人每一天都会使用按摩椅来按摩头部 不过最近发现她的视力有退化的情况 甚至眼睛出现了黑点 她吓得赶紧到了医院问诊 医生检查之后才发现 这名妇人原本就患有绯闻症 视网膜上还破了一个洞 经过按摩椅的不断震动拍打 这让原本已经受损的视网膜产生了玻璃的情形更严重了 也才会影响到视力 医生提醒 高度近视糖尿病患者或是眼内炎 红膜炎的人最好不要乱用按摩剂 以免越用越糟